温侯曰 善 敬闻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独书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白龟睡新成军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很短啊 原文说白龟为新成军曰 夜行者能无为奸 不能进狗是无费集业 故臣能无义君于王 不能进人义臣于君也 贼短是吧 简单一翻译就行了 先介绍白龟这个人 白龟这个人呢 历史上有好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 白龟他是一个著名的商人 是战国初期 魏文侯时期的周朝的人 特别善于经商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商人的始祖 他有一句格言 叫人弃我取 人取我鱼 这啥意思啊 就像买股票 股票越跌我越买 越涨我越卖 你们想买我就卖给你们 你们不想要我就要 是吧 这是一个逆向思维啊 人弃我取 人取我鱼啊 对不对 这个货物 你们都不要我就买进 你们都要我就卖给你们 是吧 赚取差价 所以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商人 那这种说法哪里来的呢 是史记里的一个 讲商业的一个部分 叫货值列传里讲的 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呢 是一个钱牧的历史学家 钱牧非常厉害 是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 这个钱牧先生在 先秦诸子信念里说 这个白贵是战国 魏惠王时期的重臣 他不是一个商人 是吧 然后梁玉生先生认为 以前有俩白贵 对不对 所以这个白贵到底是一个重臣 还是一个商人 不知道还是有俩白贵 反正就是一个白贵 然后呢 这个白贵有一天 对一个叫新城军的人 新城应该是他的封地 有片土地封给他了 在新城 所以他就号新城军了 这人的名字应该叫米戎 是当时秦国的权臣 是秦国的一个大官 然后白贵对他说 夜行者能无为奸 什么叫夜行者 一个走夜路的人 晚上还没有监控 可以干坏事的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串葡萄 没人看 晚上我就把葡萄吃了 是吧 天知地知 我知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没错吧 当然我插一个非常逗的故事啊 我有的时候看那种很搞笑的新闻 有俩农民工特别逗啊 就是口渴 看到路边的一个地里长着两串葡萄 特别好 他们俩就摘了吃了 然后呢 有人派出所就逮他们 把他们逮起来了 他们俩都崩溃了 我们偷俩葡萄 至于逮我们吗 后来才知道此葡萄非比葡萄 这个葡萄是农科院新孕育的珍贵品种 因为这两串葡萄接了之后就有数据了 明年就可以推广了 因为摘了没数据了 明年就不能推广了 所以影响最起码数百万收益 完了 这俩农民工吓得呀 两串葡萄赔几百万难道是 但我忘记了这个事情的结尾是怎么样啊 天价葡萄案 三个农民工到植物园去偷葡萄 偷了一袋葡萄 最后用来鉴定是科研用做种的葡萄 价值一万两千块钱 农民工傻眼了 所以一袋葡萄一万啊 城里人真是搞不懂啊 广州有一个人偷了几根豆苗 后来说这个豆苗跟杨立伟做神六三过天 杀了你都赔不起 各位觉得这些农民工构成犯罪吗 因为跟我们要进入到农民工的视野 跟他一样的一般人会觉得一袋葡萄 大家觉得输得大不大 不大 因此不构成犯罪 但是跟今天的故事没有关系啊 说的是什么 夜行的人是不是容易做坏事啊 但是白贵说了 夜行的人不一定做坏事 对也有夜行的人 他堂堂正正的不偷葡萄的 对不对 他是非常堂 那么但是夜行的人有一件事做不到 夜行的人可以把自己管好 不去偷东西 但是夜行的人无法管好 狗朝自己叫 你在黑夜在路上走 狗是不是会朝你叫 晚上吗 狗肯定会朝你叫啊 我能禁止狗朝自己叫吗 不能 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后面 故臣能无意君于王 啥意思啊 我不会在君王面前议论您的不是 能理解吧 就是我见到秦国的大王 我是不会在背后说你坏话 背后说坏话 是不是就像晚上赶夜路一样 赶夜路你不知道情况一样 我说你坏话 不会的 我是一个有操守的人 能理解吧 但是我没法禁止有些人背后 在您面前议论我呀 就像狗教我一样 那帮狗子吧 他其实在骂人 能理解吧 他的意思是 你放心 保证我不会在背后说你坏话 但是我没法保证 别人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 你要明白 这是小人的言语 你要相信那个 对我做出这个判断 你就是个笨蛋 因为说这种话在背后说人坏话的 那不是什么好鸟 就这个意思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他实际上在讲的一个道理的话 他有两个层面可以说 第一个层面是说 我们作为主动的人 我们尽量不要在背后去议论别人 那我们中国人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 逻辑是什么 因为中国人好面子 当面不敢批评 所以当面不敢批评 就变成了私下说 你看小朋友经常有这个了 两个人就在一起说 那个人怎么不好 对不对 你看因为当面不敢说 其实很怂 是不是 所以我说 第一个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说 我们有事敢于当面说 就是背后当面是一致的 你看这个人是个君子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什么 你在背后听来的 对别人的坏话 不能用这个去认识那个人 能理解吧 就是有个小朋友跟你私下说 他谁谁不好 你不能用这个去认知那个人 因为这个人在说坏话 说坏话的这个不能作为参考 因为他是小人 对不对 就像狗吵着人叫一样 这样能理解吧 所以这个故事 为什么选入我们的念楼学短呢 因为这个比喻很逗啊 我能做到我不犯人 没法禁止别人冒犯我 有道理吧 所以一个品德很高的人 总是要吃掉亏的啦 好了 这一讲我们就轻松的就讲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